在美式餐廳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尤其他們那個炭烤味很足 煙燻豬肋排店裡的人氣美食 曾經還有美食節目報道 知名的美式餐廳冒煙的橋 墾丁大灣店 宣布將在九月二號停業 分店連續PO出的消息 寫下結束營業感謝友寧 最後營業日是九月二號 冒煙的橋墾丁大灣店 在地經營了二十年 將要熄燈引來不少網友留言 哀嚎表示萬喜 也有人說謝謝你們 讓青春留下了一個美好回憶 大家吃的不只是好味道 還是一段記憶 但近期墾丁也不只有冒煙的橋席燈 就連麥當勞也撤退 墾丁的麥當勞在一九九五年三月開業 營業超過二十八年 在去年撤出墾丁大街 沒想到隔年連鎖美式餐廳冒煙的橋 也宣布要退出墾丁 明明是暑假忘記墾丁觀光效益 卻不足以往 有履宿業的訂房率只剩下五成 攤商的業績也下滑了三成左右 業者無奈談言只有週末有枕潮 外國客人也大幅減少 殖民店家一間關掉一間 電視訊成績圈羅新平東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